再来第四题 大小的比较 你记得如果科学记号的大小比较 它是符合科学的 符合科学记号的标准方式的时候 你看这些人都符合科学记号的表示方法 那这种题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像第一题 它是3.62乘以10的五次方 6.32乘以10的五次方 当然我们在比的时候 10的五跟10的五不用比啊 一样大啊 所以3.62 6.32 当然叫做右边大 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 1.28乘以10的14 9.74乘以10的13 如果今天 它们都是标准的科学记号表示法 你只要比较 次方的地方就好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 这边14次方比较大 第三题 都是10的负6 好 都是10的负6 那我当然要去比较前面的数字 一个是7.95 一个是5.97 7.95比较大 所以第三题 大 还有 这边老师要特别再讲一句话 我说 基本上什么2乘以10的负3 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一个负数 但不是负指数只是很小很小的数 负指数它是个正数 它只是很小而已 因为它可以变成 2乘以10的 因为10的负3是不是叫做10的三次方分之一 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叫做一千分之二 它是个正数 好 再来 第四题 8.88乘以10的负8 7.77乘以10的负7 诶 孩子 负8次方 跟负8跟负7谁大 负7大 所以这一题 右边大 只要 它们都是标准的 去比较次方就好了 那次方都一样怎么办 那就去比前面的A的部分